香港大学校长马培森向群体师生发出公开信 谴责警方28号以催泪弹对付战中集会人士 政府应为此行为负责 香港警察动用辣椒水催泪弹后 29号晚上 十多万港民和平有序的走上金钟中环 铜锣湾以及旺角街头通宵集会 凌晨时分 平日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铜锣湾及中环 竟然测得全港最低的空气污染水平 中共封锁免费线上图片影像分享软体Instagram 阻止战中讯息传递 但香港民众也见招猜招 下载仅需蓝牙不需网络 就可以与附近的群组沟通的FireChat 据统计在过去24小时内 下载量已经急增到超过10万 热门游戏APP神魔之塔30号 在凡中维基官网贴出支持香港战中的声明 批评武力镇压港人 并强调共产党万万不能相信 希望外界关注香港 施压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